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武海飛揚 那麼今天臺北股市呢 就是一樣 這兩天是呈現整體的量縮 整體的量縮 那所以行情在逼近這個前前波的一個跳空向下的一個壓力的缺口區的時候呢 呈現一個量縮的整理格局 那各個族群像電子 像所謂的原物料 像是運輸 都出現一個輪動輪流主體的一個格局 輪動然後輪流主體 那我認為就是在整體的輪動輪流主體過程中 在醞釀下一次的一個 代量的一個再做一個攻擊 因為你沒有在做一個在壓力關卡前做一個重新的運作 重新的整理的話 那直接過去的機率是不高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全職股聯發科 臺積電都有 有必要去花一點給他一點時間 做重新的整理醞釀 所以這個行情他沒有什麼樣的大的缺陷 就是說可能要給他一點時間 那既然整個行情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上週也提醒過 以週限角度來看的話 加捲指數週限其實我們講過 他就是已經做出了一個雙重的一個底部了 那兩隻腳站穩之後 接下來就是方向就是向上做規劃了 只是向上做規劃的過程可能會出現一些震盪整理 那所以呢現在的短線 短線就是在做震盪整理 搭配量的那個萎縮 可是這個確認了 這個這個雙腳已經確認之後 就是向上規劃 所以向上規劃的過程中 你就是在針對每一天的行情去找尋 操作的機會就可以了 那操作的機會怎麼找 那今天我們的標的拉到漲停板 什麼樣的標的 那這檔標的其實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在我下午錄完節目之後 那其實錄完節目之後 在晚上傍晚有一個餐會 那餐會在還沒開始前 那四點多五點的時候 那我就接到公司的一個服務人員的一個電話 那告訴我說有一位好媽媽 這個郝博春的好 好媽媽 那他希望能夠看我能不能有時間有空 跟他撥個電話 因為他有資金運用的一個問題 想要詢問一下我給他怎麼樣的建議 那他的資金什麼樣的問題 上週五他我跟他通到電話的時候呢 基本上他說他有一些資金 那多少資金我們就不去講 就是說他有一筆資金 那這個資金他是想要規劃 因為他兒子要結婚了 他想說結婚了 他想要幫忙負擔一些買這個新房子的一個費用 那當然這絕對是好事情 所以他就說他現在問題來了 那他要留多少資金做股票 他要留多少資金跟著我們操作 那我剛剛說你也不用留太多了 因為畢竟這個買房子也不是小事情嘛 那你資金盡可能的大多數拿去就是幫兒子成家 幫兒子成家絕對是好事啦 因為現在靠年輕人 年輕人現在就算你月薪十萬 扣掉你的開銷 你都不見得買到房子 尤其是北部絕對不可能啦 所以能夠幫自己的兒子成家 當然是好事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他說要不然這樣子 你就留一百五十萬左右就好了 不用留多啦 他想說哇 留一百五十萬就夠了 對 我跟他說你留一百五十萬左右就夠了 那我們也不要做波段 那你來之後呢 我們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做規劃 那比較快一點的 快一點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幫你做重新的規劃 那你資金不用太多 用這種方式操作的話 你資金大概留一百五十萬左右就好 那剩餘的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你說要去幫他要結婚了嗎 要幫他採買什麼東西 還是說去陪他去看房子 看新房等等 都隨隨便便 你都可以很輕鬆了 你就留一百五就好 然後他聽之後他放心了 因為他怕說是不是做股票 一定要好幾百萬才能做 沒這回事啦 一百五十萬資金 他留下來 跟著做股票 那其他資金 他就自己去做規劃了 所以我幫他這個解答了 其實我幫他這樣做 我跟他說你就做做 我們就我們就設定 一週一週為一個基礎啦 周周十這個理財計畫 基本上是我幫很多的我們的客戶 做一個操作這麼多年之後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 一般的投資大眾的做法 所以我後來我就決定陸陸續續 只要你有資金的問題 或者你不擅長做波段的 或者你覺得你喜歡每個禮拜 或短時間內就看到一些成效的 那而且風險要低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用高風險方式去操作 你不能說買了一大堆的股票都不行 然後就是集中 集中鎖定一檔 一次一檔這樣做 那短時間笑的這種做法的投資朋友 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我們身邊很多很多的小資族 其實你應該就是這樣做了 如果你手邊有一百萬以內的資金 或者像像好媽媽 我們建議他 你就先拿一百五十萬就好 其他資金你要怎麼規劃 你們小朋友要要成家要結婚 你都可以去自由計畫了 就可以很輕鬆計畫了 就不用擔心資金的問題 所以他一百五萬資金來操作 今天禮拜一 上禮拜五他剛報名 剛報名當天 我跟他講完電話之後 我跟他說要不然你做週週十的計畫 週週十的理財規劃 他說那怎麼做 我跟他說很簡單 標的來了 我們會通知你什麼價位 你就照的方式去買進 那該獲利的時候 我們一樣會獲利賣出 通知你什麼價位獲利賣出 所以買賣很明確 你就完全完全照這個規劃去走 那我們就以週 重點是他是以週為一個單位 一個週 一週一週來做一個計算 平均一週 我們要我們你就講 我就講我就這樣講 週週十 你說很容易嗎 你說很難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 但是我告訴各位 對我來說就是很簡單 就是很輕鬆的 為什麼 因為就像他我就講 昨天我跟你舉的例子也是一樣 平均你說一百萬資金操作 或一百五萬操作 如果我一個禮拜 其實我講真的 就是你一個禮拜 你你做不到10%嗎 對不對 不太可能吧 對不對 你一個禮拜只要做到10% 只要做到10% 那一百萬資金就拿到10萬塊了嗎 好 那他可以拿一百五萬資金 他至少我給他 我只要給他10%就有15萬了嗎 好 那甚至我不需要幫他做到10% 一個禮拜 我不需要幫他賺到10% 他一百五十萬資金 不用到10%就有10萬塊的獲利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說週週十 你一週至少賺個10萬塊吧 一週至少賺個10萬塊 一個月下來 我們假設平均四個禮拜好了 我讓我一個月平均 起碼40萬起跳 一個禮拜我可以收10萬塊的收入 可是往往我講了 我說我們為什麼這樣設定這個週週十 你知道嗎 因為當你設定這個目標是 他很容易做到的時候 你就容易達到什麼 我超過目標 我今天可以說我週週二十啊 對不對 我可以提高難度 我週週三十啊 我可以提高難度 問題是有什麼意義 這個東西你不然把它當成喊口號 那是沒有用的 這種東西是 我們設定目標是說 我先設定這個目標 是我真的能夠很比較輕易的做到 我能夠做得到的東西 很輕易的做到 那麼我們把它當成目標 你至少要這樣做到嘛 那因為你 因為它不難 所以呢 你往往會超過 對不對 你往往會超過 往往不會只有週週十 這就是設定目標 我們認為設定目標 應該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看 他150萬資金 那我其實 好了 我就真的給你10%一個禮拜了 就15萬啊 就不是10萬塊了 對不對 那就超過了 對不對 各位塊 你看今天 今天就超過了 來 所以我說好媽媽 其實人如其名啊 真的是好媽媽啊 為什麼 幫自己的兒子 幫他成家 那當然成家立業 立業要靠自己 年輕人要靠自己 就成家 現在的房價 確實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做家長的 幫忙出 其實已經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你不 其實很多人 就是說你沒有幫忙做 幫忙負擔一點 其實小朋友 再拼10年20年 除非不要生小孩 對不對 你說再節省開支 為了買房子 不要生小孩 這樣算成家立業嗎 對不對 感覺不夠完整 所以我認為 如果長輩要幫忙小朋友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誰不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不是好媽媽 就是人如其名 幸好 可是他真的好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真的人如其名 好媽媽 好啦 那他到今天 你看 恭喜漲停 4702 中美10 中美10 亮燈漲停 獲利繼續累積下去 4702 中美10 他今天賺多少 15萬 不是1萬5 是15萬 那我想請問你 他上禮拜五來 今天禮拜二 他的第一檔 中美10 15萬 週週10 已經達正 超過 那請問你 他來之後 有需要做一堆動作嗎 沒有 有需要買一堆股票嗎 沒有 他已經達正了 他的150萬 目前這個賬上已經賺15萬 所以他可以很 所以你可以 所以其實 這種模式 在某些人眼裡 看來說 週週10 好像不多 這樣賺不多吧 看你怎麼思考 但是其實我們 因為我剛才講了嘛 就是說 因為你常常會超過那個數字 對不對 因為你常常會超過那個數字 所以他不見得是週週10 但是縱使 就算我們 真的就是週週10就好了 對很多人來說 我相信 我以我身邊這麼多客戶來 他們的資金部位 有些人真的是100萬以內 有很多 我們很多客戶是100萬以內 那大部分大概在200萬以內 大部分平均集中在150上下 這樣一個不到200萬的一個水準 你看 對這些所謂的小資族的 我們這些會員來看的話 週週10 你要以總資金來看 你不能說你總財產2億 那我週週10你看不上眼 對不對 可是你要以你操作的資金來看 我們這麼多客戶 大多數我說平均 大概就150到200萬之間的 整個資金操作 那你150到200萬之間操作 一週給你 我們就我們就剛好達證就好 不要做超過 就剛好達證 一週十萬給你 一週十萬給你的話 那你一個月下來 如果能拿到四十萬到五十萬 你150萬到200萬資金 我一個月給你四十到五十萬 那你要看那個乘數比例 那是非常不錯的 而這個非常不錯的成績 是來自於你每個週 每一週每一週每一週的 那個目標有達到 目標有達到 那當你達到每一個目標的 每一個禮拜的小目標的時候呢 最後完成了一整個月的大目標 這是週週十的宗旨 不要小看那一週的10% 不要小看第二週的10% 對不對 因為那每一個10% 每一個10% 創造你一個月下來的 不得了的一個總目標 這是我常常有 只要通到電話 我告訴客戶 其實你們跟著坐下來 你們發現什麼 很多客戶發現了 不要小看那個禮拜的 那一單筆的一個交易獲利 可能只賺七萬 可能只賺八萬 可能只賺五萬 可是一整個月下來呢 你的總目標 四十萬五十萬 甚至超過 又達正 這就是我講的 有時候你不要先想說 我要一檔股票 我要賺五成 賺一倍 有時候不要這樣想 有時候你應該把那個目標 設定好 我至少我一個禮拜 我能做到什麼 我一個禮拜能做好 什麼事情 我一個禮拜能夠 把什麼事情做好 那我一個月每個月每個月下來 就不得了了 那這種觀念呢 你去你去你去做 你去把它發揮在你的實戰操作上面 就是我們周周十的精神 到目前會持續在達正中 今天的中美食亮燈漲停 好媽媽一檔股票就十五萬 第一檔 她來的第一檔就十五萬 今天拉漲停 周周十再一筆 那中美食呢 整理之後 拉漲停 有沒有 所以你看你怎麼做啊 你怎麼做 就如有測標所寫的 買轉折是獲利唯一的途徑 你先做好準備 買那個轉折 要啟動上去的 了解意思嗎 那因為你都是這樣做 你都是買這一種 所以 你要每個禮拜 周周十就很容易 對不對 甚至我講的 假設你資金兩百萬的話 我根本不用給你十percent 對不對 我給你五個性 你兩百萬就賺十萬了 你說得不容易 你 那你說我真的給你十萬 我真的給你十percent呢 你兩百萬就賺二十萬 你那個月 你那個禮拜 你那個禮拜就不是十萬 你是二十萬 所以你使用的资金越大 当然你那个周周时的最后的效果越大 但是我说我们不要去玩这种数字游戏 我们就讲最简单最基本就最正确就是 一百万一百五十万平均这样水准的投资朋友 我们周周时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哇那个速度很快 而且因为它不难 你懂我意思吗 一个礼拜你拿不到十%吗各位 稳稳的操作 你不要乱做嘛 你不要买一堆你不要乱做 你不要急不要乱做 你就稳稳的这样做 你拿不到十%吗 应该可以啦 对不对 所以你说周周时可不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做到 而且会不会超过 会超过 所以你设定的目标是一个 你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那当然它长期下来就会怎么样 很容易都是超过的 就绝对不会只有周周时而已 但是我们就是以周周时为目标 至少做到周周时 那你一个月下来那就不得了 那今天呢 今天有人一档就赚十五万 对不对 涨停板 所以在大凡在休息的过程中 还是有股票启动涨停 还是有人转折上来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本事 所以我说设定目标归设定目标 我们也不是喊口号 光是喊口号 还有更多人会每天都跟你喊口号的 你都看过这种节目了 可是要真的做得到 真的做得到 你要靠什么东西拿到周周时 你要买转折 对不对 好 然后你看最近昨天我们获利卖出金豪科 金豪科拉涨停 金豪科这个节目中都讲过了 没有 你怎么样在转折形态伟生做 然后向上表态转折上来 转折上来到321 昨天礼拜一金豪科十张就可以赚五万 获利卖出买十张就可以赚五万 金豪科五万入袋一笔 昨天早上开高又创高 昨天创高全部卖掉 周周时再赚一笔 昨天金豪科卖掉一档 这一支超错金豪科就五万块 而且同步的昨天早上 我们同步的获利卖出 还有汉磊 汉磊转折上去 一路上去 创高 汉磊昨天早上3月21号 汉磊获利卖出 十张大概赚多少六万块 获利卖出 就下去休息整理一下 这样多少 周周时再赚一笔六万块 所以你看汉磊六万 刚刚的金豪科五万 就十一万 如果你再加今天的 今天这个十五万的中美食 已经多少了 所以已经超过进度了 但是无所谓 我说过了 不要管超过不超过 重点就是你设定这个目标 你一定会做得到 而且往往会超过 这个就是我们设定这个目标 中值在这里 所以你照着做就好 你只需要一档一档 这样跟着做买卖买卖 一次一次一笔一笔的交易 周周时很简单 所以他适合所有的小额 投资朋友 适合所有的散户朋友 适合所有退休的长辈朋友 全部都适合 因为你们就是只要跟着 跟着进出进出就好了 没有不用想太多 一切都是帮你理财规划 规划好了 这个之前供涨停的股票 汇光 后来获利卖出 节目中都讲过了 领先拉回的股票 运作完就是上去了 所以你要买 这种在转折区 买完之后上去赚钱 对不对 那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获利卖出 节目都都已经公开过了 三月十五号 礼拜二卖出 赚多少赚九万九 这样子拉上去涨停 再几乎工涨停 这样卖出赚九万九 你看一档就差不多快十万了 一档就怎么样 周周时就达到了 一档就周周时达到了 所以你说很难吗 所以我才说 你一个礼拜你拿不到十percent吗 不可能啦 一定做得到 只是说怎么样 让这个十percent做得更完美 更漂亮一点 那就什么 那就是在转折买进 然后启动上去之后 从头开始赚 那就更容易打正 那就更完美 这是我们所要求的东西 所以你怎么做到这个目标 你怎么做 就是过程你要怎么做 就我讲这个东西了 三幅化 三月十七 把它获利卖出 三幅化 获利卖出赚多少 如果你们拉高 全部卖掉 卖掉赚多少 一六零到一六八 赚八块 十张八万块 十张八万块 再一笔 周周时再一笔八万 所以你看 平均一档股票 赚好几万 赚好几万这样做下来 周周时很容易就超过了 盛群 当时创新高上来 我跟你说 运作完毕就上来了 对不对 可是你说 我说你们不要看完节目 自己去追盛群 为什么 因为我逢高 我要获利减码的 为什么 因为我要赚一段价差的 OK 后来这一天 获利创高 创高我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 要再做的话 就等拉回再做 对不对 但至少这一段 我们拿到了七万块 这一段七万块 你看一档股票七万块 你看 所以平均下来 大概一两档左右 就达到十了 一两档就十 一两档就十了 甚至一档又超过十了 你看今天的 今天人家 人家好慢慢 一档股票就十五万的获利 一档就涨停板 周美食就十五万 周周时 适合所有的长辈朋友 退休族或者是一般的小吃族上班族都可以 因为你们只需要照着指示买 买 再做下一档买 买 然后一周 以周围单位把它累进进来就好了 那目标也不高 目标也不是说我们设定到周周三十周周五十 不需要喊口号 那个叫喊口号 你知道吗 我们要我们我们要设定的真实的目标是你做得到的 那我们去做这个目标达证 而且通常会怎么样 超过 那最后你总结一个月下来 哇 经过这四个礼拜的一个达证之后 这个月下来至少我就拿多少 四十了嘛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很开心 而且总资金呢 你知道那种操作资金呢 我刚才讲过像好妈妈 她有资金 可是我刚才说 你就拿一百五就好了 不是很棒吗 所以我没有要求你要拿多少资金来操作 因为我讲过了 资金多寡不是重点 是你怎么做 那周周十这个操作的一个理财规划呢 如果说你需要这样服务的话 你需要这样做法的话 你想要改变做法 你想要周周十 那么请你述速来电洽询 详细的内容细节 有什么样的疑问 你想要把他问清楚的 请你待会广告中 跟我们的现场服务员 把他问清楚 让你了解实际的交易状况 有这进一步的问题 跟现场服务员做一个确认 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每一个投资朋友 自己有自身的一个 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 就像你看 我常常只要有接到电话的 其实我都有印象 像上礼拜我最好妈妈 她什么状况 其实我对印象都很深刻 那前两天跟你分享的旅行社的一个 前旅行社的经营的老板 那结束掉营业了 那其实生活上面 经济上面有一些资金的一些状况 昨天有跟你分享这个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有遭遇不同的状况 那有些人是资金很多 不知道怎么规划 那是很棒的 那有些人是资金有一些压力 他又必须要短时间内 有些资金要流进流出的问题 所以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讲过了 如果你只要有规划一部分资金 想要再投资这一块的话 那么我通常会建议你 要选择一个 你很容易达到目标的做法 你很容易达到目标的做法 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 很高不可攀的一个目标 努力要去做到 我跟你讲 你很容易失败 一摔一跤就没有了 你要去打证 很容易做到目标 那因为你每一次都很容易做到目标 所以你长期下来 你会发现 你不知不觉中 你累积的蛮多财富的 对不对 这就是投资者 你设定目标 你不能够设定一个高不可攀的 你自己都 你很难做到的目标 你设定那个干什么 所以我都会鼓励各位 周周时先来 你先做周周时 你先不要想说 我要压一个底部的铺断股 一档股票我要报上去赚50% 80% 赚一倍两倍 先不要想这种事情 周周时先做 当你连续连续每个礼拜 周周时都打赚 周周时都打赚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之后你信心 你总资金都越来越庞大 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操作压力 先从周周时开始 你看今天人家一档股票就四五万获利了 还有压力吗 还有什么困难吗 不会的嘛 对不对 中美时涨停 而且你的做法是什么 转折刚上来 所以你要周周时 你要达到那个目标 它是很容易的 它是很容易的 然后你看金豪哥昨天获利卖出 这一笔多少 这一笔就六万五万 那汉磊呢 汉磊也是昨天卖出 我说你牛买有卖嘛 你真实入带才能够说到真实的绩效 一笔六万 然后呢 这汇光 汇光一笔九万九 一笔九万九 一档就差不多十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每一笔的交易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努力把目标做到 绝对没有问题 周周时的精选豪股的理财计划 需要帮忙的 想要了解更细节的 有什么疑问的 速速来电作洽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